大家好,我是少年 今天带你们看一部十岁小女孩在绝望中挣扎的电影 崭新的生活 小雅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跟自己的父亲玩耍 有一天,父亲给她买了一双漂亮的鞋子 并给小雅打扮得漂漂亮亮 还带小雅到餐馆里吃了一顿好吃的 这些事对于我们常人来说并没有什么 但对于小雅家来说,这太过于奢侈了 大巴在缓缓的行事 小雅却突然离开,因为她想要小姐 可在小姐完后赶回大巴时 却把新鞋子踩进了泥泥里 父亲体贴地给小雅清洗着小小雅 而当清洗完后,小雅就莫名其妙地抱着父亲 貌似,他已经知道了马上就要发生的一件大事 贫穷的父亲带着小雅又来买了一个大蛋糕 两人将蛋糕带到了一处有淑女存在的地方 而小雅也被淑女带到了有许多小朋友的房间 没错,父亲因为无法给小雅更好的生活 所以将小雅送到了孤儿院 等待好新人的收养 在所有小朋友开心吃着小雅送来的蛋糕时 她却一脸沮丧 家具的生活,她都自我封闭 一人躲在了菜堆里 不肯跟任何人接触 即使修女来喊她吃饭 她也无动于衷 因为在小雅的世界里 只有自己的附近 当夜晚休息的时候 她看到了围在一起玩耍的小朋友 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爸爸,你在哪里? 你不是答应我,不会离开我吗? 隔天,当所有小朋友都在吃饭时 小雅却把自己的饭全部给愣了 这个行为让管家阿姨特别的反感 但是她并没有指责小雅 也没有安慰她 可这时,有一位小姐姐过来安慰小雅 告诉她别再无力取闹了 之后,小雅找到了院长 说自己想要离开这里 因为父亲告诉自己只是来旅行而已 但这里根本不好玩 可院长哪里会同意小雅的离开 于是,小雅独自爬上了围栏 所有人都在劝住小雅 但她就是拼了命地想要离开 最后阿姨将大门打开 告诉小雅,想走,尽管走 可小雅走出去没多久 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去哪 她又回到了院里 去厨房找了吃的 她开始告诉自己 必须接受事实 渐渐的,小雅开始跟阿姨说话 开始跟院长说出了心事 有洋来来院里表演 小雅看着眼珠 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最让她开心的是 姐姐对她非常的好 让小雅感受到了久违的爱 两人甚至一起决定永远待在这里 为此 他们不能再来收养孩子的那些人面前 表现怪巧的一面 每次有小朋友被收养走后 大伙都要给他们唱离别歌 但好日子没有维持多久 小雅再一次崩溃了 因为姐姐也被人收养了 小雅再一次尝试到被人抛弃的感觉 好不容易开阳起来的小雅再一次躲进了柴堆 她开始不断地挖土 甚至挖出了当初 与姐姐一起埋起来的小长尸体 而小雅却直接扔掉 她不断地挖 起初 因为她只是在发泄自己内心的无助 当有一天 所有小孩都出门游玩的时候 她一人来到了挖土的地方 躺了下去 打算将自己给埋了起来 但是没一会儿 她不想死了 她发现这样根本不能死去 最重要的是 她明白了死亡 并不能让她的痛苦结束 小雅找到了院长 她想被收养 她也想离开这里了 最后的最后 所有的小朋友又在唱着离别歌 可这一次 听的人是小雅 她离开了 在飞机上 小雅想起了曾经与父亲的生活 但这都是过去了 崭新的生活 已经朝着小雅回首了 一辈子 怎么可能都如我们所愿 人生的旅途 只有经历痛苦 才能变强 才能不断地成长 这也是电影的另一个名字 旅行者的意义所在 更多近代视频 请关注12年看电影 那咱们下期再见